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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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所以那時候 家的家庭算得不好 很算 有些時候就是 做廣坊的路 都一樣散 一樣的貧窮 所以說貧窮的焦慮 當然有 我舉個例子 對 那個我們住的地方是六戶 一樓 就進去 如果到那框框 進去的話 用那個美尼亞幫 沒有隔音 然後就有六口罩 六口罩 這樓也六口罩 加起來差不多十二樓 對 一個我們公共浴室 有一個公共浴室 醫院都生很多的 對 公共浴室 到那裡自己蓋 蓋尾箭 然後一個公共廁所 然後這個就過了 大家都過了一樣的生活 但是直到什麼時候你才感覺說 那種豪爺跟山架齋這麼多 我來講我們在看 因為我是換去按平溪 到雙溪 雙溪的印象就是木頭做的 到了這個南港 沈鼻亞就是在研究院路二段那邊 山青宮的下面 那個對面是空軍 明雲武村 然後還有中安研究院的 那種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讀小學的時候 就這些同學 怎麼差這麼多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那在小時候 做土耳朵的 北部在教孩子 如果不理會用講的 你知道嗎 怎麼講 他就講一句話 你不讀小 後來跟你們別人去軟土耳朵 你聽了就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在煤礦 幾乎每個煤礦都會有災變 然後紅衣 紅衣 紅衣 隔壁誰 爸爸沒去 阿公 還有那個一個賣菜的 他腿是斷的 他也是因為那個礦災 我的住在平溪的那個 我們算我大舊 他斷一隻腿 也是啊 就是沒有死了就殘 我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聽到爸爸講 意思就是說要用學 讀書來脫貧 你覺得這個礦坑 礦坑我們不能進去 但是我爸爸在我考上大學的時候 的那個暑假 其實我已經磨得一個 也是那個要流汗 就是做水電的 要打拼 就是那個要做那個 那個那個電箱槽這樣 也是很辛苦 但是至少在室內 有一個天我剛才叫我討厭說 三文 這個事情不要做了 水電不要做了 跟你們別人去冷藏坑 那人說我就嚇到了 沒有啦 我在藏坑 做坑我的啦 怕什麼 那我就有大概有五六十天的時間 去在那個畢山營下面有一個叫福田煤礦 所以後來我在二零一七年退休的時候 不是要申請那個勞保嗎 然後我就看到我有國家認證的礦工之力 因為上面就有勞保就有福田煤礦 那個五六十天裡面給我的感受很深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問 我現在問大家 我爸爸大概工作了在四五十天的時候 我叫到前面 用台語講 三文 你覺得怎麼樣 我的回答就是會注定我以後會當業務 我的回答是 爸爸我知道你賺錢不簡單 如果說辛苦他就繼續做了 他在磨練我 用這樣的方式 讓他知道一個父母賺錢是不容易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 因為我們現在臺灣也比較相對富裕 所以要必須要讓下一代知道 爸爸媽媽是怎麼賺錢 這件事情 每個世代都還是有貧窮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父母是把這個貧窮 我爸媽很好 他沒有讓我們苦過 只是衣服穿得比較破比較舊 然後大哥穿 我是大哥穿完以後 但沒辦法給妹妹 但是我大妹的衣服就給二妹 二妹是給小妹 三文兄你幾年次 我四十八年次 四十八年次 實際上是四十七 我屬狗的 所以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幾年 六十五年 沒有啦 沒有年輕 不過他的故事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那志偉你說 這個日本最近流行的貧窮妄想 你也有這種症狀 對 貧窮妄想就是你明明 之所以叫妄想 就是你並沒有貧窮 對不對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的妄想 他最近要買車 要買便宜的 要買便宜 要跟你說 就是我自己啊 我覺得這不是 這不曉得是不是這種病態 因為坦白講我是不會做 其實像我理財的規劃我都有 可是我買了什麼 那他賺錢賠錢 我就是問李專可以賣了嗎 就是我不是會一直去看的 或是會把它記住的人 所以坦白講 我的理財的方式 就是我會做槓桿 我會做平均分配 但是我不會去記這一間 我買了多少 那個我買了多少 我就是看我每個月有進來的 被動式收入錢多少就好了 那所以賺錢就會花錢嘛 對不對 那錢花多的時候呢 我就會很害怕說我的錢不夠了 所以我固定某一個時間喔 可能一個月 也許有一次或兩次 比方我在洗澡 那我們家就有水蒸氣嘛 那有那個shower room對不對 我就開始寫 這間銀行我有多少錢 那間銀行我有多少錢 再把它加總起來 然後洗完澡出去 打開本子看一下 對對對 是這樣的錢 因為你不知道你花多少嘛 因為我們有時候賺的錢就是 有些是被動式收入 有些是固定收入 但是你還是會有支出 你說那補礙有污水 所以什麼不一定 對對對 有一次我喜歡找 換我兒子洗嘛 然後我兒子喜歡說爸 你為什麼好多次都要在上面寫數字 那是寫什麼 對 我說沒事 爸爸在練習心算這樣 然後我老婆就翻我一個白眼說 你好無聊喔 你沒事在那邊算你的錢幹什麼 他都知道我在幹嘛 對 所以對我來講 常常算嗎 就是一個月一兩次嘛 因為我不會真的是拿布子去刷 因為現在都是數位化啦 所以你就只能大概憑一個印象說 我這個銀行本子有多少帳戶 但是我就不會去算說 我股票有多少啊 我基金買多少 那我老婆說你要算 連這個都要算啊 你的房子 房地產 你要不要去看你現在實價登錄多少 他其實有點在諷刺我 他說就錢真的夠用就好了 不用擔心 你賺錢賺得很拼命就對了 對啊 就是我哪裡 我是這樣想 有機會賺錢 有能力 我們就做 對 真的看不到的你也只能跟他說再見 那比方說今天可能我接了四個通告好了 那這四個通告其實接得很緊 對 你這一個趕一個 如果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是那是最最好的啦 但如果不是我們只要接得上的 就會想要盡量接 但你會讓自己處於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就我可能就 其實你也容易出車禍 一方面 然後二方面 你都不能算到有萬一的喔 比方說萬一前面delay 那你後面怎麼辦 萬一你來的時候 找不到停車會怎麼辦 所以就我以前是會這樣子的 就是我就可以接 我就把它接嘛 但現在我不想要讓我自己承受 那樣的壓力 因為有一點年紀了 就是不要讓自己處於一個緊張的狀態 那個開車真的很危險 就趕得要死 然後你就會突然那個 怒抱的時候 怒怒症上升 對 怒怒症 所以我這一個 就是我認為我是有 我自己覺得我貧窮的妄想 我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其實錢有夠錢的 但是你一直擔心 voy 貧窮 所以沒有安全感 就應該說 我不知道未來我够不够花 因為那會是一個動力嘛 假設我 像我這個月繳帳 繳那個信用卡帳單 我繳了二十幾萬 那我就給我太太看 你看我這個月要繳二十幾萬 老婆說很好啊 代表你賺很多啊 你要這樣想啊 那因為是學費嘛 要繳小孩學費 我就用刷卡的 那我就會跟自己說 好 我現在花了二十萬對不對 那我想辦法要把它賺回來 我就會有機會賺錢 那你那個焦慮到 有讓你身心形成 會會會 我會焦慮到 我連睡覺的時候都會去想說 我現在藉著這個案子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把它做好 然後呢 或者是說我明天要去開會了 然後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你因為要工作要賺錢 你就會承擔很多壓力 那有時候該睡覺該放鬆的時候 你還是處於緊張狀態 所以就容易失眠 焦慮 你覺得你的未來 這要多少你才有夠 我才有夠 我覺得我至少要五千萬現金 然後房子不算 對 不要算房子 五千萬現金 現在很多人隨便都上億 對啊 你幾個家住的不是 沒有啦 我沒有幾個家住的 幾家 廣告的時候告訴你 沒有就沒有很多啦 對就是說 但是你是你自己五千萬 還是說包括你太太 我自己 對 因為太太會不會跟你一輩子不知道 所以你要就是自己嘛 所以我太太也是她自己嘛 什麼叫做太太也會不會跟你一輩子不知道 不是 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現在是雙薪嘛 所以他會覺得你有賺錢 我有賺錢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這樣的貧窮焦慮啊 從何而來 再來應該怎麼來紓解 等一下來請教淬粉 來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